大家好 欢迎收看GoMarkets每日三星快讯 现在我为大家录制一下今天的热门话题 GoMarkets一战是全中文服务 为您的交易助上一笔之力 今天是2021年的1月13日星期三 我是麦克 今天热门话题我们来说一下的 就是过去一年足足涨了8倍的特斯拉 它凭什么能涨这么多 将近在过去的12个月时间里面 特斯拉成为了各大媒体的头条 大家都知道特斯拉现在是电动车板块的龙头 那么在过去的12个月时间里面 它的底价也是上涨幅度接近8倍 其实在两年之前的时候 特斯拉当时还是在挣扎于 当时的特斯拉三系列汽车产量问题 而且经常会出现 比如说是现金流不够了 或者是美国的证监会起诉特斯拉 等等一些相关仇恨 但是过去的短短一年多时间之后 特斯拉的股价是连续上涨 目前达到了一个800美元的低位 而且这个价格还是在它之前 已经进行了分股拆股行为之后 换句话说如果它不拆 现在的价格早已经冲上了2000美元 那到底是为什么特斯拉能够上涨这么多年 主要原因就是第一 上海工厂的完工 我们知道特斯拉在上海建立的超级工厂 从开工到生产第一辆汽车 用了时间不超过12个月 创造汽车历史上的一个新的纪录 而且特斯拉在上海的汽车工厂 没有花一分钱 第一是上海政府给的 钱是中国银行借的 它只是带来的技术和人员 那么上海工厂的建立也成功的 是让特斯拉它的现金流 从过去一直是烧钱的负现金融状态 转成了正现金融状态 很多投资者包括我自己也在内 对于投资是否投资一家公司 一个重要的原因或者重要的参考 依据就是刊登 它每个月是在烧钱还是在赚钱 如果它是在烧钱 那很有可能烧到一万钱不够 就得再去借再去融资 迟早有一天会出现问题 所以说一个阵线进来的公司 说明它是在盈利状态 那么即使现在情况股价有所下跌 从中长期来看 它存在破产的可能性很低 那么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由于疫情的原因 美联储开始的量化宽松政策 同时把美元的利息降至零附近 这也使得特斯拉在过去几年积累下来的 巨量的银行的借款 还贷的成本大幅下降 使得特斯拉的现金流进一步的好转 加上现在的量化宽松政策 是市场上充斥着大量的廉价的美元资本 使得特斯拉的融资的能力和融资的 我们说的难度对比以往是大为改善 那么这一些其实都是我们说的理性上考虑 从感性上来考虑 现在世界上越来越多的人 正在变成特斯拉的特粉 就像我们知道 在过去的20年时间 苹果的手机造就了无数的果粉 中国的小米手机有米粉一样 这一旦粉丝生成为某一个产品的粉之后 他买东西也就不再理性了 因为这一旦变成了信仰之后 产品就很难去定价 去衡量它到底是值还是不值 所以随着现在越来越多的人 变成特斯拉的粉丝 那么这一部分人群的消费心理 往往就是为信仰买单 一旦为信仰买单之后 那这个就不好说 所以总结来看三大原因 中国工厂的超级工厂的建立 使得特斯拉的现金流流负涨回质 加上美国的这边量化宽松 以及极低利率的贷款 使得特斯拉的现金流 以及融资能力大为改善 以上三点原因 成功的帮助了特斯拉 使得在过去的股价连涨 一个月之一一年之内是连涨8倍 那么以上就是我们今天 对于特斯拉这个伪票的分析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结束了 感谢大家的收看 如果大家有其他的问题和疑问 可以随时添加我们的新小助手号 go markets au3 来咨询更多的问题 或者也可以随时致电我们的电话 03-8658-0602 或者是03-8658-0603 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 请大家不要忘记点赞下面收藏 感谢您收看 我们下次节目再见